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务 所以我们这个产业有了盼头 还有就是它没有纳入国家统极目录 而且缺乏规范和标准 政府和企业对于它的科技投入都是不足的 发展和发展不相适应 而且人才匮乏 有效的健康管理的供给不足 这都是存在的问题 在老格局的前提下存在的问题 我们说问题也说了 重要性也说了 现在的成绩也说了 那好 我们通过努力 未来的格局应该什么样呢 比较理想 未来的健康服务业必将改变以医疗为主体的健康服务业的格局 要形成以医疗为基础和支撑 不是不要医疗的 是要它做基础和支撑 健康管理和促进为核心和主体 健康保险为机制和纽带 相关产业全面发展到健康服务业的新额区 左边这个是现在的格局 我画的不一定准 比例不是比例 就这意思 健康管理非常小 医疗非常大 然后这头呢 未来的新额区应该是 医疗服务还是那么大 或者是呢 它发展的都好一点 而不是规模又大 而是它的质量好一点 尤其社区 它不能说老百姓能看上病 看得起病 看不好病也不行啊 所以呢 它是往质量上发展 往服务上发展 健康管理和促进呢 要大发展 一定要未来的格局 应该是健康管理的规模很大 做得非常精准 要量身定制 柔性生产 这也是 供给侧 改革的内容的要求 健康保险要 它就很快就跟进了 健康保险 因为它是商业保险 但是现在已经有人讨论 做老年人的长期照顾的保险 两年以前 我们到这个 保险保监会 我们到保监会去调研 跟他们讨论 就是说 你为什么不能开展 长期照顾 老人长期照顾的这个保险 然后呢 他就他讲的时机不够成熟 这个有些公司呢 觉得赔的太厉害 大家买这个保险的那个 急性也不高 如果作为商业保险 如果作为强制性的保险 作为社会保险来说 觉得各方负担太重 说还没到时候 但是这两年发展很快 所以呢 将来这个健康保险会跟进的 实际想跟进咱们的健康管理促进 我们说 我们可以说 我国在健康服务业 尤其是在健康管理的促进 都有巨大的空间和优势 保罗皮尔泽 美国的那个经济学家 保罗皮尔泽行业预言 将来未来 在IT之后 在IT的产业 发展产业之后 就是保健行业的空间 会造一个造译产业的行业 这是他当时的预言 我们说 我们说空间大 除了他每个人来预言来说 我们说 我们实实在在的根据在哪 这个空间大 我们在座各位 从事这项工作 非常光荣 任重道远 所以我想 咱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说 这个产业的空间会很大 比如说 第一 国家重视 总书记在卫生大会上 专门强调 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刚才咱们也学习过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大优势 第二个就是 中国在健康管理促进这方面 中药 中医中药也是非常大的优势 这其中 中药资源丰富 从青藏高原 到云贵高原 从沙漠和高寒地区 到热带及沿海地区 形成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 药用植物资源 达到一万两千八百多种 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汇报 贯穿了整个民族发展的历史 会融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清华 建立了以天人合一 形神一体为核心思想的 中医养生保健体系 作为一门古老的医学 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且 我时间快到了 我抓紧了 咱们主要快点 我不说理由了 咱们就做 人才也好 雷养也好 大家习惯着也好 发展的趋势也好 而且未来在国际上 还会有许多的合作平台 平台研究什么 12345 不说了 然后我们的课题也很多 这些方面都需要国际参与来研究 我在中美健康论坛上 也专门讲的观点 大家非常感兴趣 我想对未来的健康服务业的发展 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我们认为 未来的健康服务业将是一个 将是一个 涉及生命科学 传统中医药学 压生学 心理学 社会学 以及物联网 和云平台等等 在内的一个新兴的产业 它会出现 跨学科 跨迷运 跨行业的一个新的业态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不再展开了 我们说一扫节 这个理念 什么是健康管理 这个理念 一个是治疗医学模式 向医学模式 向健康医学模式转化 不只是治病 要为群众少生病不少 我们的健康长手 到无疾而终 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理念 然后它的目标呢 目标应该是 最大限度减少人群患病 这也是总书记讲的 第三个格局 健康管理的格局 将以医疗为主 格局 转变为健康管理为主的新格局 然后就说它的 概念 定义 健康管理的定义 然后就是 健康促进 什么叫健康管理 什么叫健康促进 健康促进呢 它是一个 行政的或组织的手段 这是这个 国业统组织同意的这个概念 然后呢 广泛的协调社会 各有关注门 以及 家庭社区 各人 使其履行各自健康的责任 达到降低疾病风险 实现 小生病病症大病的目的 这个呢 是健康促进 但健康管理不是 健康管理 是对这些人群 他的健康状况 进行监测 分析 评估 提出健康询询和指导 建立档案 慢病控制 环境健康 心理健康 生活方式 运动活动的介入 干预的过程 叫健康管理 我们对于老年人的服务 实际上是一个健康管理的重点人群的服务 也应该是这样的过程 第六个我说 医疗和非医疗是各自独立的 但是又是相融合的 为什么 我们尤其是医疗之外的 医疗人也应该了解 我们是做什么 非医疗应该做什么 这件事非常重要 否则的话 你就非法行医 又错了 是吧 本来你是想做好事 结果呢 你非法行医 违反了 所以这件事 我们一定要分清楚 医疗服务呢 是解决国民基本和非基本的医疗问题 非医疗服务呢 则是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这样的 解决降低疾病风险 降低疾病风险 不是治疗疾病 达到少生力不是很大 所以这两个要分开 但是这个中间有融合 二者之间有融合 今天我讲 再说融合 未来的融合 我就说个题目吧 未来的融合应该是健康管理机构 和医疗中心结合 这我都有案例 健康管理机构与社区养老的融合 这里头有政策平静 我们已经提出来了 有个省已经突破了 安徽省就已经突破了 然后就是争取各方面的政策 用地税收金融 民政补助医保支付 健康保险等等的政策的支持 这次总理在这个健康大会上 也提到了 给予用地优惠 税收优惠 金融优惠 所以我觉得呢 扶持我支持我们 这个健康产业 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的支撑产业 这不是健康管理的支撑啊 这产业要建成国家经济的支撑产业 另外呢就是机构的设计 我想呢 这个机构设计 这个大家都非常开放 这个实验经验 比如说健康管理中心啊 它干嘛呢 建党啊 查底啊 咨询啊 营养的方案啊 运动方案 观察啊 调整啊 等等 这些工作 还有就是 有的叫健康驿站 它的咨询介助 理疗食疗 营养第三等等 这些 这个旅游生态农场啊 参观养老 社区养老中心 日间招老中心 有一个美国人 他搞了一个圈 然后告诉我 他最挣钱的不是 不是老年公寓 也不是机构养老 他也不是老年医院 也不是老年康复 是日间照料 来给大家 是帐篷做的 第九个是定位 认群 我想定位 应该是社区家庭 这个大口注意 不光是老人 应该是家庭 或者是中网年人 未来要建设健康社区 健康单位 健康学校 健康城市 才能支撑健康中国 对吧 但是健康中国的细胞 要做好 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工作 还有就是机构固局 这是我一家之间 我认为咱们的产业 咱们的连锁的固局 最好是和行政街道社区相一致 这样你可以享受有关的政策 也好聚集你的客户 还有就是基本健康管理 然后就是 他们呢 政府会由民众部门 或者医保部门 来购买 向我们购买服务 他想购买 没有这样的机构 他上哪买家 那就找医院 医院的看病还顾不过来呢 所以我说 这个机构要建 要我们建 还有就是 定制健康 定制的健康管理 也就是私人定制 这是要自费的 所以我说 可以变成公办民营 民办公助 公办改制 都可以 这些形式产权的改革 总之 强好健康管理与促进 意义重大 这个 是满足消费者 健康需求 减少直接医疗开支的 最佳选择方案 健康管理需要用产品 所以呢 大力促进 支撑产业的发展 是满足供给 拉动消费 解决就业的一个重要途径 发展保健食品 及保健用品等产业 提供保健精品和优质的服务 充分释放追求健康长寿的 刚性需求 必将带动 行业和产业快速发展 这个我想呢 这个后边啊 这个我就我的 我的演讲内容基本完了 但是原来我想举个例子 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展开了 因为这个我讲的是三种养老 这个老年人被服务的 然后是有区家养老 社区养老 这个机构养老 机构养老有医疗和非医疗 然后呢就居家养老 老年区所的改造 这也是一个服务的行业 然后六处的服务网络建立 然后就是社区的这个咨询 日间照料全都半多呀 专业化的这个社会服务啊 另外还有就是老年工业 这个咱们这都在座 展开了 然后之后养老 也是医疗和对医疗和 所以呢 你把下的这个房子 我那个就是这样的 就是考验养老 就是这样的 我就给大家搜一下 就是三个养老的 就在搜网上搜 这个 这个过了 这个过了 这个 这个 这有一层 都没打 这是一个西部业态 我就刚才说了 这个两者什么关系 医疗和对医疗 然后个性化的健康服务方案 健康服务对象 然后呢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这是政府的 为他服务 医生为他服务 他是岗位职责 这个是国家负担的 国家买单了 然后呢 咱们成立健康助理 公司制的 志愿者的 对这个健康服务对象 服务 然后呢 这个社区给他的服务 实际上提供的是 基本的 基本的医疗服务 和基本的公共卫生 有人问我 昨天还在跟张 奋罗组长讨论 什么叫基本的公共卫生 就你小孩的计划免疫 这个妇女的微产期保健 老年一年一次的查体 这个以及 这个运产妇的微产期保健 党党一共十一类 四十三项都算基本的 而且是免费的 国家负担的 这一块 然后呢 他这个服务中心 对于医生的要求 医生他是社区的 而且是政府发工资的 所以他要完成 刚才说的这四十三项 十一类 这些服务他都要完成 基本的医疗他都要完成 一个人知道他负担多少 两千个局 他完成什么 怎么办 我们跟他签约 咱们跟他签约 签约以后 给服务对象提供服务 然后协助完全 个性化的健康管理的方案 他出方案 咱们听 我说融合就在这 他是专业人员 他说走一万步 那个人就可以走一万步 不会出事 别暴走 你说走路好 他暴走 咋本 心梗吗 死了 有暴走死了 死了怎么着 你出的主意 你健康服务中心 给我说的 让我走一万步 结果我死了 这家谁不干了吗 你是不是有责任呢 但是你要是这个方案是社区中心 他是医生 他了解他的病情 不会让他走一万步 对吧 所以这个事就安全了 我们的服务对象就安全了 那我们他出方案 我们执行 我们给他分一部分 这个收入就行了 这你们就会算 那我们就不会算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这个圈做好了 这个事就好办了 医生也满意了 医生也满意了 他也有额外的收入了 服务对象也满意了 花很少的钱 能买着服务了 个性化的服务 然后公司也在服务当中 扩大了我们的服务 然后呢 我就时间扶着老板 算了就讲了 最后一个图就是这个 就是新平台 新罗市新业态 也许我们的企业家 都关心这一块 咱们下次再谈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请理事长 精彩的对健康服务业的 发展新科学的解读 好 再次把掌声赠给理事长 感谢您精彩的解读 谢谢 好 由于今天上午和下午呢 要发表演讲的朋友特别多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每人的演讲时间 年关控制在15分钟 15分钟时间到我会站立起来 给大家做一个提示 请大家年关控制时间 好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欢迎 国际INGO组织 世界绿色气候机构总议长 李宇诚先生 让他来做主题演讲 大家掌声欢迎 好 打拍摄的 好 打拍摄的 黑色的革命和民主的未来 今天我要发言的内容是 世界遗色晚年的 绿色健康和绿色合并的 专业性加上 世界黑色基础基础 Global 世界合作者 国际机构 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国际化世界本部议长 我李托林立 向大家问候 尊敬的中国国家老林委 国家商务部 中科院老专家技术中心 中国保健协会 中国建设银行 洋老基金公司 中国自贸区联合会 中国东方经济文化联合会等部委 协会的有关领导 国际 INGO 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韩国大使馆 韩国乐国研究院 意大利上位和美国 澳大利亚 台湾等国家的 第七个国家的相关组织代表们 以及中国及韩国的协议家们 非常感谢欢迎你们的参会 给威延场面和社会中间观察 第一 创造性的破坏者 改变世界 创造性的破坏会 第一 创造性的破坏者 但是 在统一世界起步的 荷兰 议会领导人民 而不开始的统一部股市 召集了中国国民的 一位又一位的投资者 台湾的当地的市民 一起开放土地 开始了一步一步的建设的马逊 最终反脱西班牙的反制 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越南 从外国商业性格法案的 建设反处完成了成立国家 他们 采用周末统地 而且 利用有限的商业法源的成立 使用少量部分的成立 和自然之间 遗憾所时间的 奥印督会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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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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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